大家好,到目前为止我工作了快要四年了,今天我就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之前拿到了14个科技公司的offer,然后来分享一下有什么经验,然后一开始的包括大小重要吗,以及我走过的弯路。 我拿过的第一个offer就是毕业之前,然后是微软西雅图的应该是Redmond的总部,当时是2016年10月,给的Base是107K,RSU是60K分4.8,3A是10K,还有一些搬家费,Burners是0-20%,然后这个包裹其实是比较小的。 我当时也没有接,然后第二个包裹是Snapchat,当时Snapchat如日中天在洛杉矶,他们是2017年2月份IPO的,16年15年的时候非常火,有很多很多的人加入了这家公司,我当时也加入了这家公司。 这家公司有各种大神,有很多能人,简直是大开了我的眼界。 我当时的Base是130K,RSU是325K,3A是20K,不过他们的RSU并不是分4年平均发的,当时的政策是第一年10%,第二年20%,第三年30%,第四年是40%, 然后因为签证了什么的原因,我决定跳槽。 18年的时候也是Snapchat比较艰难的一年,当时Lay off了大概100个Engineer。 当时就有很多很多的人走了,也包括我,于是我就开始了面试。 所以我拿过第三个是苹果的,然后苹果其实我面了他们好几个组,我在西雅图面过Tuber,是一个做Machine Learning的platform, 然后也在湾区面过分布式的组,然后最终我选择了分布式这个组。 在苹果的话,如果面试通过了,每个组都可以面,如果你通过了多个组,在move on之前, 你必须先把其他的组给reject掉,最后和剩下那个组谈offer。 所以我当时是把Tuber那个组给reject掉,但我其实有点后悔,因为那个组是做Machine Learning Platform的, 感觉挺有意思的,如果再给我选一次,可能我会去Tuber那个地方。 苹果的话,当时是155K的base,250K的RSU,300是50K,搬家费是一个月的工资, bonus是10至15,苹果的话,我听说他们的refresh很大方,反正苹果是一个很好的公司, 现在依然是一个很好的公司。 接下来就是谷歌,谷歌是我现在现东家,所以我就用个range,不讲具体数字了。 Base是130至140K,RSU是300至400K,分四年平均发,三盎是50至70K, bonus是15%,当时谷歌对级别还比较严,我面试的时候有一年三个月经验, 但是还是没有拿到四,当时卡级别真的非常非常严, 有很多很多三年工作经验的小伙伴,最后谷歌也是给了三。 感觉还是挺亏的,如果三年工作经验,去谷歌还是拿三。 我的建议是如果有三四年经验,谷歌还是勒伯格的三。 那还是先不要去,可以再等个十个月再去免, 然后可以说不定就拿到四,这样就节省了很多的时间。 不然你三四年工作经验拿到了三,还要和一群New Grad, 的New Grad拼命,就很难拼得过New Grad, 因为New Grad的话,刚毕业就激情就比较大, 就非常热情工作上,就很容易造成内卷。 然后也面过亚马逊,当时给了SD-2,是160K的base, RSU是250K,但是是第一年5,第二年15,然后是40,40, 三盎司大概是140K,具体数字我有点忘了,是分两年发的, Bonus好像是没有。 然后也面了微软,微软给了好像是60还是61级, base是140K,RSU是180K, 相应是40K,分两年发。 也面过House,在Palaato是做, 就是家居的这种,家居的这种设计和Pinterest有点像, 是140K的base,10K的sign-on, 然后股票的话后来是KMB到450K。 这家公司的话,现在好像面的人也不是很多了, 就也没有上市了, 但是这家公司当时我记得就有很多New Grad去拿他们家offer去KMB, Google拿到了很多钱, 在我面试的前一年,听说一些学弟拿到了八九十万, 就是一些New Grad,他们拿到了八九十万, 然后用八九十万去KMB,Google, 然后可能是按半价去KMB,Google就给了四五十万的股票, 所以对他们来说还是比较赚的。 也面过Pinterest, Pinterest的话也是一个让我伤心的点, 因为当时由于签证原因,我想去大公司, 因为最后一抽,如果没抽中, 我就可以去比如说谷歌上海或者谷歌苏利市这样子, 当时Pinterest给的包裹不错, 就是在图中了, 差不多有三十万, 然后我后来股票又看P多了一点, 这张图是一开始的包裹, 大家都知道最近Pinterest股票是一飞重天, Pinterest也是一家非常好的公司, 现在的话有很多好员工加入, 就很多很厉害的程序员加入Pinterest, 我有几个很厉害的好朋友之前也在Pinterest, 有没有面过Pure Storage, 之前ARK不是还买过一些Pure Storage股票吗? 当时面的时候是在Mountain View面的, 他们的面试题就经常是跟什么多线程这些有关系的, 当时给我的Base是150K, RSU是200K, 虽然暗和Bonus我记不清了, 他们也蛮好的, 就一个多月前, 他们的HR还联系我说, 然后问我想不想来, 不需要面试, 只要team match就可以了, 已经两年半过去了, 只是不需要面试就可以去, 还是挺好的, 万一有一天比如说不小心, 什么被勒了, 被PIP了, 那我就可以开心心心的跟HR说, 我要来, 我要来, 无份衔接, 然后Pure Storage的话, 最近应该招人也是蛮多的, 我也有朋友在Pure Storage, 大家可以去多多面他们公司, 还面过Uber, 当时Uber有一段时间, 就是Lobo特别严重, 我在地里也看到了很多Lobo的这种抖包袱, 当时给我的包裹也是异常的低, Base是小于110K, RSU我记得大概就是100K左右, 然后HR还一直画大饼说, 就是什么Uber的市场份额, 在比如说10年后可以拿到多少, 就把我100K的RSU画饼, 画成了一两百万, Uber的话我觉得还是价好公司, 因为它是出行的必需品, 比如说你要去留, 你要去机场, 我就是用Uber, 我还是应该是看好的吧, 因为我觉得像这种必需的东西, 它应该还是有潜力的, Uber现在股价也比IPO的时候涨了不少, 然后最近Uber给的包裹, 我在地里看到应该也是不少的, 如果以后有机会我也可以去面一面, 还面过Expedion, 当时我记得给的包裹不是特别高, 然后反正这些年HR也越来越聪明, 就是不会就是口头, 只会告诉你口头offer, 和你打电话告诉你数字, 他们基本很少说发邮件告诉你, 所以我当时因为钱比较少, 我也记不大清了, 我就直接拒绝了, 具体数字我就真的记不大清了, 还面过OCI, 他们的话当时给的总包裹, 我记得是在24万左右, 然后我觉得有点低, 就没有去, 当时是2019年8月, 我已经有两年半的工作经验了, 然后后来我面的那个组委manager, 还给我发了一份邮件, 说他给我争取到了一个更高的包裹, 但我当时又不想跳槽了, 所以就没有去, 后来也又面过一次微软, 这应该是第三次面微软了, 然后给的基别是62级, CNN是63, 给的Base是150K, ISU还是200K, CN是40K分两年发, Funnels是0至20%, 当时面的就是微软云的组, 微软面试体验来说, 我面了三次, 三次都过了, 每次面试体验都非常的好, 面试官感觉都非常有热情, 然后聊天也聊得很开心, 然后如果以后有机会, 说不定也可以去微软, 我觉得他们还是非常好的公司, 我对他们的股价也很看好。 然后最后又面了一次老东家, Snapchat, 当时给的包裹也挺好的, Base是160K, ISU是600K, 三案和Bonnels也记不清了, 不知道有没有, 当时Snapchat股价也只有十几块, 现在五十几块了, 所以对于这个offer也是蛮后悔的, 如果当时接了的话, 现在可能就已经有200万的股票了, 也算是有半财富, 可能也不算半财富自由, 反正生活也能过得舒心很多了, 但可惜的是像Snapchat这么好的offer, 还有像Pinterest这么好的offer, 当时也因为签证啊什么的原因, 都没有去, 所以在选择offer的时候, 其实像好公司, 比如说Snapchat, 像Pinterest是可以去的, 虽然他们没有像大公司这么稳定, 但如果你能力强, 比如说在公司分项不对的时候, 你能够快速跳槽, 那你去这些公司冒冒险还是值得的, 而且Pinterest, Snapchat他们也不是小公司, 他们大规模招演的时候, 他们的市值啊什么都很高了, 所以风险也是比较小的, 当然Nugrall的更稳妥的方法, 还是去大公司, 比如说Google这样, 花个比如说四年, 熬成Senior, 然后等熬成Senior之后, 去其他公司的话就比较吃香了, 那很多人会在一开始的包裹, 因为对, 我觉得对Senior来说, 一开始包裹可能并不是那么重要, 但对于Junior来说, 因为一开始包裹大小直接影响了他们的第一桶金, 所以对Junior来说, 一开始包裹可能还是比较重要的, 但是更重要的是, 我觉得是Gross吧, 比如说在Google, 如果你是三级, 然后加入的base比较高, 我们打个比方140K, 你是以T3加入Google的, 但是你升级到T4, Google不会给你的base加多少, 如果那个T3, 比如说Nugrall的, 它是120K加入Google, 它升级之后它的base就长了很多, 所以一开始包裹并不是那么重要, 在Google的时候, 在Google的话, 你一开始compank比较低, 升级之后就会给你base加很多, 给你refresh也会多一点, 反正到最后都会持平, 也就是说在同一个level, 最后大家的总包裹都会差不多, 所以更重要的还是Gross吧, 就是等级高才能发展得好, 最终才能钱拿得多, 一开始的只要看得过去就行了, 不用太在意, 比如说别人怎么比我可以多一万三万, 别人比我base有多五千, 其实没有什么必要, 更重要的还是Focus on Girls吧, 就把自己的career给弄好, 学到多一点的东西, 快速升级到Senior, 然后Senior才, 到Senior才, 其实是游戏的开始, 对吧, 网上爬什么staff,director什么, 这些才是最难最难的地方, Senior只是个游戏的开始,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快速升到Senior, 来开始真正的游戏, 我自己要加油, 争取能够在未来的一年内成为Senior吧, 好,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